最近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就是我的安卓AXL一代录像功能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就是说用它来录像的话可能会突然死机 然后呢看了一下视频文件还在 但是没办法播放词别是没错误 但这些视频又挺长的 所以删除的话有点可惜 然后找到的第一个软件就是Bendy.com 官方出品的一个BendyFix 说明是说可以修复AVI和MP4 但是使用下来发现它对MP4格式的要求非常严格 必须是它自己录制的MP4格式 就是说用Bendy.com的MP4格式 才能识别系统 所以这个方法就不行了 然后我又试着用Hand Break 这个格式转换转件去识别 发现也识别不到 所以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硬提其尽 然后继续在网上搜索查询 给我找到了一个叫做Gram Video Repair的软件 是一家德国公司出品的 并着死马当活马蚁的心情 然后就下过来准备试用一下 这个软件呢设计的也非常简洁 演示板呢只能修复一半的长度 修复方式呢是选择你损坏的软件 损坏的视频 然后呢再用一个成功的视频作为比较 作为参照作为比较 然后进行扫描 据说就可以修复了 大家看到没有 真的成功修复了 修复的 很好耶居然 牛叉 但是这个人心不足 舌头像 所以我又想着 怎么样在免费的情况下 能够修复这个完整长度的视频 而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呢 我又发现 Windows 7的一个缺点 就是在文件管理器里面 不能预览这个有些视频 于是我又上网查了查找了找 找到一个 这个软件 安装之后呢 可以在文件管理器里看到视频 有预览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去比较直观的 在文件管理器里看到 这个视频文件是好的还是坏的 比如现在显示 或者是三角箭头 播放箭头的这种可能是坏的视频 而那个显示画面的就是好的视频 因为 这个Video Repair 修复软件呢 可以导出损坏文件的一半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 将这个损坏的视频文件 拷贝出来改个名 然后两个文件 叠加在一起 再修复 那就可以获得一半 正好是原始长度的 这样一个视频 但把文件拷出来 改名这个过程也很麻烦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软件 文件合并器 它呢 可以将自身 和自身的文件 合并在一起 形成一个两倍长的 文件长度 然后我们把它导入到 视频修复软件里 再进去一半 就可以得到一个 完整的原始长度的视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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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